殷承宗曾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钢琴家 他参与创作并首演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震撼了一代中国人 黄河也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的钢琴协奏曲之一 近日,殷承宗先生在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家中 向记者讲述了黄河协奏曲背后的故事和他的艺术生涯 20世纪60年代,钢琴的地位在中国跌入低谷 想要尝试如何让西洋乐器扬为中用的殷承宗 将钢琴扛到天安门、金水桥,用钢琴演奏金句 殷承宗连续三天用钢琴奏响国粹,吸引数千人为官 也年轻,二十几岁 那时候我四个人在弹的钢琴 我带了一个小乐队 我去站那个金水桥那个最好的位置 这样就弹 当时那个群众要求要听金句 因为北京的群众是最喜欢的就是金句 那用钢琴来弹金句这个是很遥远的东西 是两个极端 是吧 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叶琴之王钢琴 跟中国的国粹结合 那观众从几百人到一千人到两三千人后来都是 是为官啊 用钢琴演奏金句的成功印证了殷承宗的想法 中国人需要钢琴 钢琴在那个时代要重新回到舞台上 要在舞台的中心一定要有一个大型的作品 要有一个学奏曲这样的东西 所以后来就决定搞黄河钢琴学奏曲了 至今黄河已在五十多个国家演奏 演出场次打千余次 黄河他已经不是超出了这个 就是抗战这样一个事件的 他实际上写写东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的崛起的这种精神 中华民族这几千年五千年来的 都一种拼搏的一种精神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这种精神 所以他才会一直保留这些 所以演奏了五十年了 在美国定居三十多年来 殷城宗从未忘记向西方推荐东方音乐 不过这条路走得颇为曲折 最初几年他在音乐会上 几乎没有机会弹奏中国作品 第一场的时候我本来想弹一些 中国的作品 但是我那个经纪那时候 就不让我弹 他说你先要把这个外国作品弹好了 那个观众承认你的 美国承认你的 你再去谈中国东西 那个时候 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好 经济的实地也好 各方面的政治地位也好 跟现在是不能比 所以那个时候 是被看得很低的那么一个时期 后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不断提升 殷城宗演出中国作品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我也好 黄后也好 黄后刚才也好 是跟我们 跟祖国 跟中国东西共和国一块成长起来的 以前他们不想听 不要听中国的东西 不要那个 而且甚至是诋毁 那现在不一样 他们现在想了解 现在想要了解中国 想要那个 所以后来慢慢我就有这个机会 在林肯中心 在卡尼基大厅来谈演奏这些作品 1993年 殷城宗受邀回到北京 参加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网会演出 阔别十年第一次回到中国 在2000人面前演奏黄河协奏曲 殷城宗激动地哭了 从那以后 殷城宗开始频繁参与中国重要庆典的演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同时也是黄河协奏曲创作50周年 殷城宗也将回到中国参加相关演出 近些年来 他致力于让钢琴说中文 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 他也寄望年轻一代钢琴家 更多地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将其注入到艺术作品中 中国有5000年的灿烂的传统文化 是有很多宝会的东西应当去开发的 这些东西真正去做出来了 开发出来了 才是真正对世界有贡献